今年頭半年 香港已經發生了7宗致命單車交通意外 比2023年同期得兩宗相比上升了不少 亦已超過去年全年致命單車交通意外案件的總數 有見及此 警方交通總部近日啟動了針對單車的新一輪執法行動 亦希望加強灌輸安全駕駛單車的儀式 單車很多人都懂得踩 在香港踩單車更加沒有門檻 不需要考牌沒有特別要求 但到底有多少人懂得安全地踩單車呢 有一次走巴馬線 他不會看有人站在巴馬線 照走都很危險 我都見有些人不守交通規則 都是路口 譬如要停下推過去的 他都照樣踩 下車路不開掣 直至這樣衝下去 這樣就很危險 有些人覺得踩單車是休閒活動 玩玩而已 但據香港法例 單車也是車 道路上一樣要守交通規則 林米克里 牽涉單車的交通意外 單車手往往更容易受傷 成因包括單車比路面其他汽車勢容易被忽視 同時亦較容易受天氣 和路面情況影響 而踩單車人士太自信 輕視危險性 都是發生意外的因素之一 今年頭半年 香港致命單車交通意外當中 百成在馬路發生 過半意外 是車手自炒所引致 我們找來單車專家 給大家安全提示 首先由簡單車說起 我們要找一部類型 和大小都適合自己的單車 每次開車前 都必須要檢查清楚 其中最簡單的 就是記住 A B C A 是 EAR 我們要確保車輪有清晰的胎紋 並且是適量充氣 B 是 Brake 確保煞車制調校好 和操作正常 C 是 Change 要檢查單車鏈的鬆緊 有沒有生鏽 破損 和變速系統 是否順暢 法例 要求我們每輛單車 都必須要有車靈 和運作正常 單車尾 就必須要裝紅色的反光板 當在晚上 或者能見度不好的情況之下 必須是開著 車頭一盞白燈 和車尾的紅燈 合適的個人保護裝備 亦相當重要 首要就是頭盔 今年頭半年 7宗致命單車意外當中 有6宗是無戴頭盔 看回全世界 有29個地區 已經實施踩單車 強制戴頭盔的規定 以減低發生意外時 頭部嚴重受傷的風險 繼續聽聽單車專家的安全貼士 我們單車使用者是會有專屬的手號 大家需要學會的 但記住發出手號之後 都要餘留足夠的反應時間 給其他道路使用者 否則一樣危險的 另外最常見的違規情況 就是沒有遵守交通燈號 提提大家 踩單車充紅燈 一旦被定罪 有車牌的人 是會被記5分 就算沒有車牌的 都會留下記錄 將來考得到時會記回 就算你踩單車技巧純熟 都要知道馬路中行駛的汽車 是有盲點的 特別是大車 不要駛太貼或進入盲點 無論你踩單車是哪種性質 都應該保持良好心態 做足準備 和量力而為 就可以享受踩單車的樂趣